第三个就是把程式放上去 那程式部分的话 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因为我将来会需要控制什么 控制那个画面上面有两个元件 那你要怎么控制 达到控制的目的呢 在那个Java里面 其实这应该是Java的观念 你需要宣告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实际上就是记忆体存放的空间 去让那个物件放上 就是比如VG 有两个 TestView跟Button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先宣告 那宣告在哪里 基本上我习惯是宣告在 我们这个class 就是我们这个activity 它是extended的下方 宣告两个东西 因为 当然这个地方最好是自己打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用贴的 但是你也不要乱贴 应该贴到哪里才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就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从这边 activity main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画面做完了 你确定一个请按按钮 ID记得是什么 T01 记得不要乱改 ID是T01 然后我们Test ID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那个Test 是请按按钮 这个是确定 跟一个ID是B01的 如果你从这边看不清楚 你可以切到什么Test里面看 这边也有啦 基本上 当然你说 老师那我以后想要自己用打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为它进来的话一定是个layout 里面的话是button在这里 头一定是开头是button 里面的话呢 一定告诉他ID是等于什么名称 然后在Test是什么 里面这些东西是预设的 它一个宽度 它的高度 它的对齐方式 它的底下 还有等等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button 然后一个Test Test的话是 也是一样嘛 ID叫什么 然后就是说 它的Test叫什么 那这个ID非常重要 因为将来 我要能够控制它的话 一定是由那个什么 由ID去控制 所以接下来的话 确定没有问题 就切到哪里呢 切到那个 我们的main activity 点Java 特别注意哦 它的副档名一定是点Java OK 那这个点Java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是里面要撰写程式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 把程式撰写在哪里 基本上 特别注意 它这个地方 比较奇怪的是 比较特别 比较奇怪 它这个main activity extense 我们旧的 旧的那个 Eclipse开发 或者是旧的版本 它是叫做 extense什么呢 activity 不过你会发现在新的版本 它又会改 改多一个什么 叫action bar 所谓action bar 就是说 它会多出 可以控制的那个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bar 可以让你去做挑选 在新的版本才有 旧的版本没有 那我如果说今天要先把那个画面上的东西在程式上连接的话 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把什么呢 程式怎么样 先贴到 extense 哪一个activity 不过以前叫activity 现在叫action bar 反正它们都是activity 那你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只把它打上去 我要宣告一个物件名称叫t01 它是testview 将来可以再去连接那个画面上面那个testview 可是你会发现它红色的字 为什么 因为上面你没有import 所以呢 你要正确的做法是你直接打上import testview 但是 它除了用自己打之外 你可以 用什么 auto键 加enter auto加enter之后你会发现 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它问你说是不要import这个class 是的话你就把它点击 就把它点两下 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帮我做完这件事 当然你自己打也可以打 可是我想如果你会快速键 你应该不会想说自己打 import进来 那button是不是也是一样 不过你会发现它很人性化 alt加enter 移到这边 alt加enter 然后是不是要import这个class 是 好 这个时候有没有 我们就已经 键